这么多人大清早就在这排队 排整整一个小时 就为了一个鸡蛋汉堡 您能想象吗 今天呢是2022年的圣诞节 我们在拉斯维加斯 现在呢是早晨的八点 怎么看这周围都没有多少人 只有这家店 你看排这么长的一个队 这家店的核心呢就是鸡蛋 据说一天要用掉一万个鸡蛋 它的食物呢主要是分为两种 一种呢就是炒好的鸡蛋 夹到汉堡里面 做成鸡蛋汉堡 他们呢叫鸡蛋三明治 然后还有一种做法呢 就是用一个小罐子 然后呢把炒的非常生 还是液体的鸡蛋放到里面 然后给你面包去蘸着吃 他们家的橙汁呢也是特色 三个汉堡两个橙汁一共60块 说实话他们的鸡蛋炒的不错 但是60块的炒鸡蛋还是比较罕见的 如果你在这里会不会想要 排一个小时的队去试试呢 欢迎留言 谢谢